各位富一代大家好 我是在时尚圈摸爬滚打 喜欢讲迷离场故事的陈泰山 我的目标就是和大家一起修练 偶像剧的外表奋斗剧的心 上次咱们介绍了亚洲最强心二代 是如何flop的 也分析了年度时尚大电影 库伊拉与几位时装大师之间的联系 我发现大家很喜欢fashion icon系列 同时全球皇室也快成了我的招牌栏目 那今天想来给大家揭秘 那些在时尚界横行的黄二代们 即皇室贵族二代 哦对了 霍格公主因为是自定义title 所以无缘本次大赛 三年了没 关注了没 谢谢黑钻们 第一位登场的是来自摩纳哥的夏洛特公主 拥有法美义等八国血统 被称为最美混血公主 她的外祖母就是大名鼎鼎的奥斯卡影后 格雷斯凯利 爱马仕的凯利包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以后的基因让摩纳哥王室的颜值开了挂 所以公主的哥哥和弟弟长这样 救命拥有这种哥哥们是什么幸福的体验啊 夏洛特呢长这样 配上173的身高 被各大杂志抢着当模特 还做过Gucci小哪儿的代言人万宝龙的品牌大使 因为夏洛特酷爱马术 于是马术起家的Gucci当初为她量身设计过一个马术系列 使用了品牌经典的红绿条文元素 由于妈妈卡洛林公主和老佛爷关系特别好 所以公主从小就是一身香奶奶 老佛爷也曾长进为她拍照 去年12月一向给她一头很谨慎的 Chanel官宣夏洛特公主为最新的形象代言人 相加这些年合作的明星 大家最爱哪位啊 估计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看他们母女脸盲的 我甚至一肚子能拿老佛爷的发色 作为区别他俩的参照物 还有他们祖孙三代的侧脸 这真的不是连连看吗 大众对皇室的印象就是刻板 规矩多到离谱 然而夏洛特公主老任性了 老自我了 没结婚就生了两个孩子 爸爸还不是同一个 一个孩子的爸爸是带她16岁的 法国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 当初听说他们两个谈恋爱 无中群众都吓坏了 这感觉就像我们听说 月银鹏和日本公主谈恋爱那么震惊 两人交往了4年 公主都带着男友出席皇室活动了 但就是不结婚 在孩子不到2岁的时候 分手了 和公主一样想有娃 这次不想结婚的姐妹 可可依依 公主的下一任是电影制片人 两个人也生了一个孩子 到孩子半岁的时候才不办了婚礼 公主结婚时 穿着老非夜执掌的最后一具 Chanel高级定制系列 戴的项链则是致敬了 外婆结婚时收到的 卡蒂亚钻石王冠项链 下面是才艺展示时间 满分是十分 大家觉得公主的映照表现力值几分 你们看到她的广告大片 会产生购买欲吗 不过说一句哈 夏洛特和哥哥们 其实并没有官方的王子公主头衔 但由于她们的母亲 是官方认真的公主 所以大家还是出于礼貌 称呼她们为王子公主 说到摩纳哥王室 不得不替夏洛特的弟媳 也就是二王子皮埃尔的王妃 碧锤斯 对不好意思大家 夏洛特公主的神言兄弟们 都结婚了 一个娶了哥伦比亚首富的千金 一个娶了意大利贵二代 皮埃尔和碧锤斯在人均颜值超高的 摩纳哥王室依旧可以称作帝养眼CPE 觉得皮埃尔王子像球花的扣个二 碧锤斯就是小说里那种 顶级白富美人设 她是意大利最古老 具有名望的士气贵族 佛罗梅欧家的四小姐 她的姐姐们分别嫁给了意大利最大的 石油制造商APR的主席 德国亲王 以及被称为文坚王族的 阿内利家族继承人 这个家族曾拥有 法拉利 马沙拉底 菲亚特 吉普 以及尤文图斯俱乐部 所以碧锤斯算是家的最差的 我这样说应该没问题吧 碧锤斯家呢 组上出个七位红衣主将 还有祖传的岛 她和皮埃尔的婚礼就在岛上举行 啊 真是不是无花且枯燥的生活 碧锤斯的业余爱好就是T台走秀 还登上了意大利版Vogue封面 20岁时还走了Valentino的婚纱秀 自己结婚时也穿这个牌子 连官方军都跑来围观 因为人家舅舅 就是Valentino Fashion Group前董事会主席 提到Valentino 我是非常喜欢她家的设计风格和古典艺术基因的 灵感创意 长取自古希腊罗马艺术文化 当年84岁已经隐退的创始人 Giovanni Valentino 会带着两位品牌创意总监 玛利亚和Pierre Paulo 亲自为歌剧茶花女定制设计舞台服装 还为芭蕾舞设计过演出服 说真的 玛利亚和Pierre Paulo 这对神仙搭档共同创作的 2016春夏高定系列 是我心目中最美最新的一季Valentino 不过随着玛利亚阿姨跳槽Dior 我想问现在的Dior是复刻版吗 尤其是高定系列 喜欢Dior当下设计的扣1 不喜欢的扣2 直观望态度的扣3 碧翠斯还拥有法律以及经济双学士 和新闻学术卫士学位 做过记者并指导过一部纪录片 讲述了意大利黑手党的女人们 据说皮尔王子 之前是个花花公子 遇到了颜值和学士双重在线的碧翠斯 就浪子回头了 对这对CP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出往期视频查看详细介绍 并且是现在还是意大利 殿堂级珠宝品牌 布奇拉提的品牌大使 当初这个品牌还找过张子怡做大使 大家Pick哪位 顺便科普一下 布奇拉提这个品牌在20世纪 凭借日文雕金工艺轰动了欧洲皇室 西班牙比利时甚至梵蒂冈的将皇 都是他家的顾客 接下来请全名制作人来欣赏一下 小姐姐的广告大片 大家觉得他和萨洛特公主 哪位可以拿到摩纳哥 It girl的称号呢 来自丹麦的尼古拉王子 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 有华裔血统的皇室继承人 并凭一己之力 开启了南魔行业的新一轮内卷 尼古拉的母亲 是欧洲皇室历史上第一位亚裔王妃 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 被称为东方戴安娜的门亚利 王子可能是羔羊怡尘的精 小时候超可爱QQ弹弹 长大之后拉拉斯变得又高又瘦 2018年尼古拉王子在 Bubbery的秀场上闪耀登场 来特小老师加个效果 后来他又成了迭奥的专属模特 马分是十分 请大家为王子的台步实力打分 看着这位南魔的时装大片 女生们看了想给老爸和男友买同款吗 男生们看了有购买欲吗 相信大幕已经反映了 他的局部业务能力 可惜尼古拉英年早恋 已经有一位交往多年的女友 女友比尼古拉大一岁 是王子的高中同学 你们有没有觉得 妹子长得有点像帕里斯希尔顿 后来貌似发福了 还被媒体吐槽 好烦哦 干嘛要以胖瘦定一枚呢 和所有代资金组的准王妃一样 这个妹子的家世也非常不简单 她爸爸是丹麦南方银行的前董事长 啊哈 原来又是王室和富山的联姻 对不起打扰了 虽然尼古拉以明朝有主 但有情提示 她还有个很帅的弟弟菲里克斯王子 喜欢哥哥的扣一弟弟打扣二 嗯希望你们都不要跟我抢 那么普通家庭的女孩 想要加入王室怎么办呢 给大家只条名路 我们可以参考王子们的老妈 文雅丽的路线 先成为职场美女总裁 再叫上流晚宴里结识王子 然后顺利加入王室 想听文雅丽故事的扣个林 下回详细介绍 当初梅根和哈利的婚礼上 英国各界民流欢聚一堂 对了 全球最美的人权女律师 我改天定给大家介绍 那场婚礼呢 让一位绿衣小仙女一战成名 吃瓜群众们立刻围观 她是谁 五分钟中内我要她的全部信息 第二天 Katty Spinside的硬斯粉丝 就从1.7万瞬间爆增至50万 哎 我也好想体验这种疯狂涨粉的快乐 原来这位金发小姐姐 是戴安娜王妃的侄女 世纪贵族Spinside家的大小姐 话说戴飞嫁的人 头发比女王家浓历的不是一点点啊 Katty的妈妈是个名模 在她一岁时就带着她一起登上英国版巴沙 她前脚在梅根环底上出圈 后脚就被宝格丽关系为品牌大使 她的大片大家感受下 你们觉得公主的时尚表现力怎么样 几位代言人和大使 谁最让你中敲宝格丽 和其他贵族小姐姐一样 Katty偶尔走个秀玩玩 和迪丽热巴还穿过同款 你们觉得哪位赢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小缺少父亲的关怀 导致这位姑娘对大叔有着强烈的迷恋 之前和年长20岁的伦敦豪宅开发商总裁 交往了三年 去年又被爆料 已经和61岁的时尚界富商 麦克路易斯订婚了 这位富豪身价8000万英镑 大了他32岁 比他爹还大5岁 订婚之后 Katty被拍到带着价值30万英镑的订婚 钻戒秀恩爱 她的这位未婚夫 还是英国轻车品牌的老板 当初凯特王妃订婚 还穿了他家的衣服呢 真是没想到最后兜兜转转成了一家人 相比其他国家心图坦荡的贵二代们 泰国公主Siri的人生是真的魔幻 她的全名是 Siri One Wari 简称Siri 搞得我现在拆使手机里的Siri 都会浮现公主的脸 公主的妈妈于瓦达是小三上位 被扶正没两年呢 就因为被爆和空军上校有奸情 带着6个孩子被泰王发配去了边疆 但是呢在高森的指点下 命格很好的Siri公主被泰王又接了回来 用来保佑国家平安 成了泰国杨超越 几个后妈对她也是小心翼翼 想听Siri公主几个后妈 是如何斗法的请扣酒 改天详细讲讲 Siri公主在运动和设计方面都很有天赋 她是泰国国家队的马术教练 还曾作为羽毛球选手 代表泰国参加东南亚运动会拿到了金牌 17岁就作为客座设计师 被邀请到米兰时装周 21岁举办了自己服装品牌的首秀 Lisa和一众泰国女星都为她带过火 下面请大家欣赏一段公主指导的品牌大片 大家觉得她品味如何 不过要说公主在时尚圈真正的排面 还得看香纳尔来泰国办秀的那次 好来乌明星第二达 品牌大使 德普的女儿低利都得靠边站 公主是绝对的C位 在泰国因为普通百姓见到王室都得下跪 所以无论是本土明星主持人 还是泰国Vogue主编 见到公主统统得跪下 好了 Ciri公主我们之前也详细介绍过 从往期视频复习吧 奥林匹亚是希腊末代公主 也是初代网红公主 她的流量虽然没有迪拜王子哈曼丹 和文莱偶像马丁王子那么多 但也算是把网红路线走得废弃 她的老爹是希腊末代王储 奶奶是丹麦的三公主 年轻时是出了名的美人 公主的外公也是个很厉害的大佬 建立了免税集团DFS身价20亿英镑 给大家贡献过银子的扣衣 相信出过国的几乎都买过哈 大佬有三个女儿 两个嫁入了王室 一个嫁入了前全球顶豪富豪Getty家族 呃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扣掉家破人王的世界前首富 奥林匹亚公主在意思上 简直就是网红里的战斗机 日常生活就是走走秀 为迪奥LV等大牌拍大片 这里正好安理一下 公主广告里背的这款LV包包 是品牌的四大新经典之一 我们业内的人一般买包首选经典款 因为很保值 尤其是在Shanel LV年年涨价的行情下 这款包选用的皮料 也是LV包包里的优秀选手 库伊拉主角石头姐带货的也是这款 王室里像奥利皮亚公主这样 活得很随心的公主其实也不少 比如他们家的远房亲戚 喜欢穿透视装 甚至被拍到在海边裸体的英国公主 阿米利亚温莎 嗯怎么感觉让英国女王 不随心的孩子这么多 顺便一提 以阿丽米亚公主最初进入大家的视线 是身着艾利沙布礼服 参加了巴黎成人礼舞会 没错 就是姚安娜也参加的那个 顶级白富美盛会 和希腊公主一样 阿丽米亚也很喜欢玩硬食 不过画风很朴素 日常蠢素颜出镜 发发花花草草 小动物 而且我发现公主居然还看花样年华 王家卫的粉丝有没有啊 口口令 关于希腊王室是如何沦为末代皇族 从四处流浪到靠与富商联姻 守住上流社会地位的具体来龙去脉出往期视频复习 好啦 时尚圈的皇室二代就介绍到这里了 你们觉得谁的经历最有趣 最吸引你呢 感觉这个行业也是越来越内卷了 目前我在准备两个选题 一个是中国男性fashion icon盘点 另一个是时尚圈超模盘点 大家有没有提名人选 我也是最近意识到 时尚链选题的播放量越来越高了 所以会继续做时尚影视剧 以及fashion icon的深度解读 喜欢一定要点个赞啊 免费的赞就好了 节目